秦刚最新消息传来,他的背景轰动全中国 现年57岁的秦刚担任外交部长还不到7个月 他在外交部门的晋升速度异常之快 据外交部网站简历,秦刚1966年3月生 天津市人从1992年至今在外交部工作了26年 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两度出任外交部发言人 2014年底,秦刚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调任外交部李宾司司长 2017年起,秦刚担任分管拉美地区事务和新闻 李宾工作的部长助理,见李宾司司长直到此次履新 秦刚曾于2005至2014年间两度出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他在面对挑衅性的提问时,不会躲躲闪闪 犀利,给利的表现给媒体留下深刻印象 特别2014年4月的一次例行记者会上 秦刚被问到奥巴马亚太之行即将结束 中方认为此访有助于还是有损于美国推进亚太战略史 他表示,奥巴马此次亚太之行没有来中国 是不是针对中国 我们要看美方是怎么说,怎么做的 至于来不来中国,一句话你来,或者不来,我就在这里 同年,秦刚又被问到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的问题 当时秦刚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自身的一笔负资产 如果日本领导人执意要把它背下去 这笔负资产会越来越重 不幸的是,时隔一夜,这笔负资产又加重了 2014年起,秦刚开始担任李斌司司长 据了解,在外交部内设机构中 李斌司的职责包括承担国家对外礼仪和典礼事务 组织协调国家重要外事活动礼宾事宜 管理驻华外交机构和相关人员在华里域 外交特权和豁免等事宜 拟定涉外活动礼宜规则 微信公众号政事指出 在新闻联播的画面中 秦刚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主场外交活动 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活动中 值得一提的是 秦刚出身外交世家 其祖父秦立真及姑姑秦小梅 本身已曾担任中国外交官 其姑丈更是前外长李兆兴 秦立真 金河北济州人 是中国著名外交官 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极大贡献 秦立真女儿 秦小梅 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参赞 和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 国际组织部副主任 女婿李兆兴 曾任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 儿子秦小英 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半副主任 处级调研员 中国财经报社社长 1948年9月23日生 1973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 1978年 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 高级编辑 享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特别津贴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 任助理研究员 副编审 编辑部主任 分党组成员 1985年 调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小组 任办公室副主任 处级调研员 1987年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 党舰总编室主任 中华英烈副总编 1994年 调国有资产管理局 任宣交中心主任 后任中国资产新闻报总编辑 1997年4月任 中国财经报社长兼总编辑 在家族同辈中 他的唐妹秦峰在内地媒体界 颇有名气 目前任职香港卫视新闻采访总监 在2012年3月两会记者会上 秦峰揪助孤障李兆兴 时任大会发言人 西装前进追问的表现 引发热议 秦刚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政治系 是84级的学生 这所学校与颐和园 中央党校比邻 是一所提前招生的大学 提前招生的意思就是 北大清华还没挑呢 最好的学生就得先紧着他扒拉 挑剩下的才批发到北大清华 据说很多学生都垂胸顿足 悔不当初考这么好干嘛 考差点就去清华了 国关还有个著名的校友 歌手刘欢 刘欢是81级发育专业的 不过当年 更以水防歌手扬名校园 不知道二位在校园 是否有过交集 他们一个能说 一个会唱 共同点是 都毕业于这所 颐和园旁边的 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大学 话说秦同学毕业后 进入了外交部的下属单位 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 在这里 他不仅自己 同很多驻华外媒 开始打交道 家人甚至一度 在著名的驴头社工作 积累了一线外媒经验 几年后 他被调入外交部 从此正式开始外交生涯 秦同学2005年开始担任发言人 十年39 英雄出壮年 他的表现相当可圈可点 据说有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时不时给外交部寄钙片 意思是说 中国外交太软了 需要补钙 秦同学当发言人后 朝外收到钙片的数量 应该有所减少吧 当然现在这钙片 肯定是不用补了 某澳大利亚记者 曾跟抢外高提过 他印象中 秦刚气场那是相当强大 每次出场 都是不慌不忙 先扫试全场一周 再慢悠悠喝上一口 已经放在讲台上的水 这才开口 与全场记者打招呼 某通讯社记者 也曾经提过 在外交部相对严版的体制里 秦刚属于有江湖气的 秦发言人也曾经留下很多经典语句 有一次 记者问他怎么评论 大国西部的两位流亡少数民族人士 秦刚说 他们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从事分裂祖国 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 又一次 记者问 奥巴马亚太之行 访问了四个国家 单单不来大国 这是不是诚心晾着大国呀 秦发言人相当失忆地 给了一句很有股的 Middle Kingdom范儿的回答 你来 或者不来 我就在这里 有一年 美的一摇滚乐队 借一张新专辑 对大国指手画脚 大记者问时 秦发言人说 据我所知 很多人不喜欢这类音乐 因为太吵 太嘈杂 我想你应该是一个 成熟的成年人了吧 秦发言人的精彩回答有很多 不过 有一次他的回答 也带来了一点争议 那次 美的媒体 右双若拙问西藏的历史问题 秦同学说 西藏历史上 不是你所想象的世外桃源 相反 解放前 它是一个采用农奴制的地方 老百姓苦不堪言 贵国的奥巴马总统 应该深深理解 废奴运动的重要意义 哦 记者们都黑线了 这是啥意思呢 奥巴马的祖宗是黑奴吗 现在秦部长先后在英国常住过三次 和一位当时驻京的英媒记者相识多年 是不错的朋友 秦部长曾跟该有说 为了回答好记者的问题 他总是反复考虑 怎么能说的生动一点 而不是生硬的赵本宣科 有时沉浸其中 深夜无法入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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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